本文章已经通过区块链技术进行百权认证,禁止任何形式的改变转载抄袭,为主追求法律责任。 近日,三沙市政府正式给西沙群岛涌了环礁的海洋蓝洞,命名为三沙有了龙洞,这个海洋蓝洞已被证实为世界上最深的海洋蓝洞,它的纵深约了三百多米,位于我国南海,什么是海洋蓝洞了? 估计俯瞰过海洋蓝洞的你,绝对忘不了它的神秘与美丽。 从海面上看去,海洋蓝洞更像是上帝打发的调色滩,从内的外颜色游深衰到美丽。 纵观世界上已经发现了所有海洋蓝洞,人们有个猜想,这会不会是地球留给人类最后的一尘呢? 对比之前国外最深的巴哈马长岛地恩斯蓝洞,我国南海的这个海洋蓝洞,超级将近一百米,狠狠地刷新了世界纪录。 三沙有了龙洞,在民间还有着自己的传说,当地的海民认为,正是当年孙悟空拔走了丁海神针,才会形成这身不可测的龙洞。 但是以孙大圣的性格他绝对会说,这国外老孙不备。 还有渔民说他是南海的心脏,称为南海之心,深处于含着无穷的力量。 从高处复探这里,真的感觉要被什么力量吸进去一样。 早在前些年,研究人员就携带探测设备,去观察测量三沙有了龙洞的深度和样貌。 经过一番调查三沙有了龙洞,原来是一座垂直的洞穴,而且它的洞口直径为130米,约能平铺放置1300多辆豪华型汽车了。 从洞口到洞底,是呈现道立的梯形,洞底口近近36米。 研究人员表示,他们没有发现三沙有了龙洞,由于外界联通的迹象,并且洞内的海水如同磁水一般,流动缓慢。 不过这个洞内并不是毫无生气,里面大约有20种鱼类,和其他海洋生物在这里活动。 三沙有了龙洞是我国南海上的瑰宝,有着极高的科研价值,未来或将发现更多的秘密。 平衡的男人到洞口中,有着极高的科研价值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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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